无尽雅籍化卉于6月3号晚间 邀请阿尼瑟佛儿童之家师生近30人享用西餐 化卉成员并以身作则 让院童从中学习用餐礼仪互助分享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吃得开心 然后在这边的人有吃 也可以这样大家说说笑笑的 这样子看到大家这样子我就很开心了 美味的排餐 由无尽雅籍化卉第二代会员 邱创于邱静杰两兄弟长厨及服务 他们当讲谢谢的时候 其实自己心里会感动 对啊 毕竟我们做吃的就是 主要也是服务客人 希望客人吃得开心 真的也是只是这样而已 阿尼瑟佛儿童之家院长吕丽翰表示 长期收到化卉成员们无尽的爱 感恩情怀常在内心深处 化卉理事长杨玉谦表示 看到院童们能够自在地 跟会员们一起用餐 他和出钱出力的会员们都十分的开心 刘瑞文 许静宽采访摄影 感谢观看